男兄男弟最早出現在 東漢寧帝在位期間 當時有一個怨靈叫陳實 他一共生了六個兒子 每一個都才得過癮 可以說是非常有聲望 其中最出色的兩位 分別是長子陳紀至元方 和世子陳岑至貴方 這兩兄弟分別和爸爸合稱為三軍 可以說是讚譽有家 有一天陳紀和陳岑的兩個兒子 就為到底兩個人的爸爸 哪一個較為優勝而起了一場爭執 我爸爸陳實的功德是最高的 我爸爸陳記的崩蟹更加出色 打過去才說 於是, 兩個孫子就攜手找爺爺陳實 希望請爺爺定奪 你們兩個真是隨志 我算是元方難為兄, 貴方難為帝 陳實先生用一句 元方難為兄, 貴方難為帝 形容長子元方和四子貴方同樣出色 實在很難像兄弟一樣分出高下 主要解作兩個人功德相當 品幸完美, 難以分出高下的意思 不過, 時至今日, 難興難帝 就多數用來解作一同落難 同病相連的人 你們好, 準備了一件事 今天最好, 呃, Matt